家用车改大轮毂到底实不实用呢? 马上给大家讲一下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徐 平常咱们这个家用车有没有必要加装大轮毂 有没有必要把这个轮胎加宽加大 今天小徐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反正我是后悔了 因为加这个大轮胎特别的费油 然后跑起来虽然说要稳一点 但是它的必大于利 实际上就是为了好看 反正我现在是后悔了 我马上就要把这个轮胎给它换回来 我没有换轮胎之前呢 加200块钱的油 最少跑郊区可以跑到接近400公里 但是现在换了这个大轮毂 就是加200块钱的油 只能跑到300出头一点了 相当于加了这个大轮毂 然后公里数就少跑了七八十公里 然后呢 我还换了四条这个新轮胎 又花了一两千块钱 确实有点中看不中用的意思啊 反正今天小徐要给它换回来 这是我四个原装轮胎 这个是2056016吧 205516 这个轮胎就是原厂轮胎 只不过不是防爆的 原厂是防爆胎 然后我现在车上装的这个是 2254518 这个轮胎就是尺寸 要大两个型号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轮胎的区别 这个轮胎 明显要高了很多 它把我的底盘也给抬高了 而且这个轮胎也更大 要带动四个这么大的轮胎跑的话 肯定它的运转阻力就会越大 那么油耗也就会越高 但是好处呢 就是这个轮胎 特别的宽 看到没有 你看这是205的 这是225的 你看啊 区别挺大吧 所以说改宽一点的轮胎 它就是跑起来比较稳 但是油耗比较高 好看一点 就看大家怎么去取舍了 反正我现在是对这个油耗太高了 还是换小轮胎吧 大轮胎 以后再说吧 现在我一个月要跑三四千公里 确实对油耗比较在乎啊 管它好不好看 实用为主 一切以实用为主 而且这个轮胎 看到没有 它这个胎壁比较薄 过坑一过快了 就把这个边上也给搞坏了 终于坏好了 感觉是不是一下就很丑啊 而且这个底盘高度也降低了 太累了 好朋友们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把这四个轮胎给它装上了 没有工具的情况下 装轮胎真的是比较辛苦 平常在修理厂咱们还有这个千斤顶 那在家里面呢 我是靠那个车上配的那个工具 真的太累了 换四个把我的这个汗水都给搞出来了 那么换这种大轮胎啊 其实也是有力 也有弊的 好处呢 就是好看 跑起来比较稳 坏处呢 可能就是这个过坑的时候 容易给它搞坏 鼓包 跑起来费油 所以说大家要想换轮毂的话 换大轮胎 最好要考虑一下啊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用车环境和需求啊 看有没有必要去更换这个大轮毂 如果说你单纯为了好看 那么你就更换上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犹豫不决的话 就最好不要装大轮毂了 好吧 这也是小徐个人的一点建议啊 最后一点给大家讲一下 可能很多朋友注意到 小徐最近没有拍修车的视频啊 给大家讲一下原因 因为我现在是从外面回到老家这边 没有去广安那边了 我现在在我们这个四川眉山这边 挨着成都的 这边自己搞了一个修理厂 还在这个装修之中 等到这个装修好了 会继续给大家更新修车的视频的 好吧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修车方面的 还有一些二手车的买卖 如果说大家喜欢小徐的视频 可以持续的关注啊 后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 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